之前不是學肚瓶 對 是過來才會加入的 其實剛開始只是想運動 所以覺得說除了說身體的話 也除了要保養 除了保養就是也要靠運動 所以剛開始其實是八點子運動而已 結果一頭就摘進去了 就自己也覺得也很投入進去 然後一個經緣 剛才我們有姐妹 剛才就是我們那個市區大區的主任 那時候因為我們就是參加一個客家的 平正自家的藝人活動 那我就帶了幾個學生去挑 客家五歲又要講 他就覺得很訝異 怎麼會有這種運動 所以他就先來問我們說 要不要來新衛教 那其實剛開始因為我覺得 新衛對我來說是好遙遠 好向下的地方 我一直覺得說可能是 大概也是收縮的 大概也不知道會不會懲罰 所以後來想說就沒有在意 結果下個禮拜之後 我們只能打給他教授 他已經招收了一班 要不要來開教 那剛開始其實 學生也不適應 我也不適應 因為我那時候教的都是比較 訓練都是專業的舞者 但是都是表演性的 那對他們來說的話 他們就有點 對他們有點太嚴苛了 對有點嚴苛 他們沒有受過這樣子的一個 舞蹈學院 他們都是比較屬於 媽媽的那些班 所以他們對這些尤其是相門拉筋 就要講一下你的心聲 他最怕剛開始 他最怕那個 就是剛才拉筋的一些課程 對他每次都躲到一個鐘頭 他才來 結果現在已經 他已經三三三年多了 三四年了 這個已經有七八年了 我個人教七八年 那我們這一班來說 已經講是第四年頭 所以他是新光一班 這兩個 我們每次開學的兩個叫新光一班 這是開國 對 新光一班二班三班 我們每次現在都是這樣介紹 都介紹他們的號稱叫做 新光一班二班三班四班 所以我們這個團已經有四年了 好 如果我們時光到了 回到四年前 你開始來研究的時候 再看一下這個地方 來教肚皮 我會問他的擴展會不會有錯 會有一定 因為以我們這樣子訓練專業來說的話 對他們來說的話 他們不是他們要的 雖然我就是我很 就是很羞好心切 可是對他們來說 會覺得說這樣方子來 是開心的 是只想說要休閒的 不想到我的像訓練來說的話 其實我那時候就有點像 那次桑花老師這樣子 我就會看怎麼 每個人都這樣子 都是很春風的臉孔 然後都是講爆點 你不要生氣 就是那個動作來說的話 就是很 不知道要怎麼樣把他們去把他們那個驚拉看 你知道嗎 你是大隻的海淪 剛剛一直講說 你是大隻的海淪 現在都很難在這邊都很開心啊 結果慢慢慢慢的 每個人現在像一般他們開學典禮 我都會教他們自我介紹 他們自己講新的 每個都會講說 學了這些舞蹈之後 就像剛才前面的基本動作來說 我對他們都很受用 他就在發表 怎麼受用 他會說好 不是 我要非常感謝我們老師 他不是我們客人考 不是我們客家人 可是把我們客家文化發揚這麼好 所以我們一定要團結起來 然後呢 我們鄉下非常純樸 光要突破這個衣服這麼短 剛開始哪是這樣 好像包肉粽一樣啊 哪有現在這樣 所以這一關 我們老師就很辛苦 要說服我們 然後到我們 很可惜我們沒有帶到原始的照片來 跟現在比完全變得一樣 我也很害怕說 現在我們老公都對我們非常稱讚 他的杜比褲非常好 你們會剛開始看到你們衣服上面 很有童話這些客家的特色 然後甚至跟舞蹈也有很多的客家 會不會覺得很不一樣嗎 當然啦 現在一講到客家的杜比褲 就會想到我們新舞版 所以我們非常高興 我們也很樂意把這個文化 一直發揚光大 我也謝謝我們老師 他們都以這個為教 我們的老師部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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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他們很專業才能 大師 大師 來